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投稿 你想跟我切磋吗 好 进入正题吧 先开始我们的解惑 我们请出第一位球友 做了一个两面跳踏训练 这个杀球有点不好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杀球 我的要求是你要侧面来球 你杀球的时候 你的面太斜了 太斜就会导致什么 第一 你不好抢高点 第二 你的腰胯它进不来 只有你的拍子放到后面 你转身 这样才能把你的力量 整个这半边的力量才能进来 你这个跨铺在外面 你这样杀 它的劲的空间幅度太小了 而且很不好找点 你一定要侧身一点 球来了之后 转身找点 去把它打下来 千万不能说侧着去打这个球 这样就会错失最高的技巧点 而且它的发力也不精准 也不够准确 希望你在劣迹会派的时候 一定要把身侧到位 先把定点的杀球练到位了 你再来移动 定点都还没杀好 你左边一杀一个 右边杀一个 没有多大的训练意义 千万不要这样去盲目的去训练 一定要先把动作做规范 基本功打好 挥拍 对吧 这个杀球 高球 练好之后 你再来杀球 你不要动作还没挥好 你就去两边跳杀 没有意义 而且越练越没有用 而且还会导致以后的这种习惯养成之后 会导致以后你进一步会越来越难 一定要把基本功挥拍练好 再起初第二个球 吊球有点瘦 我觉得你要多吃点肉 开个玩笑 然后呢 吊球它有个很不好的毛病就是什么 就是在杀球的时候不拿拍 这样去杀球 杀球可以 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感觉对手的防守很好 你要吊球的话 你这个动作可不好吊球 对吧 你肯定把动作这样好 我杀 对吧 动作这样好 我吊 为了让你的动作一致性 你一定要养成一个抬拍的习惯 我建议你啊 每天对着镜子准备 抬拍 准备 抬拍 每天做一千次 做一个月 你就会抬拍了 你不能抬拍 抬成这个样子 那吊球的一致性 杀球 高球 它没有一致性了 你这样做这么大的动作 是很难吊球的 你只有把你的标准动作架好了 我杀 我吊 它动作才有一致性 它会更加隐蔽 你做这么大的踢斧头的动作 很难吊球 懂吗 别学那些印尼马来西亚的老杆子了 基本上标准的动作就是以架拍为主 每天对镜子挥 准备 起 准备 起 每天练 把这个练好 期待你的下指投稿 来 再请出第三位球友啊 第三位球友做得不错 做一个挥拍 整个带动绿动都不错 但是我建议你先把鞋子穿起来啊 因为我们在练挥拍的时候 脚是要踩地 蹬立的 你不算鞋子怎么练 怎么体会这个感觉呢 对吧 然后还提个要求 就是 你在架拍的时候 这个动作啊 太紧了 夹在一起了 这个是什么问题 就是 这个抬拍练的不够 抬拍是已经很放松 很自然 这两个肌肉呢 这两个肌肉发力 把自己抬起来打开的事情 你这个一抬拍 你太发力了 你导致你后面的发力都会分散 所以说你要练个什么 就要练个这个架拍啊 每天拿着 就这样拿着 不要这个样子啊 每天拿着 拿五分钟 看着球 五分钟 然后休息一下 然后再练五分钟 每天花十分钟时间练这个 放松自然的架拍 不要去夹着架拍 把放松自然的架拍这种动作 让自己肌肉记住 那你在配合上你这个整个挥拍动作 它就是一个很漂亮 很标准的动作 啊 你的这个挥的不错 但就是拿拍太紧张了啊 放松啊 每天要举十分钟 好吧 要求不高吧 再来请出今天的这个超级球友啊 这个超级球友 这个动作如此舒展 然后还有一个慢动作 而且这刹球也挺重的呀 不一定接得到啊 我 而且整个停顿啊 动作伸展 抢高点啊 包括重心往下往前走 都做的无可挑剔啊 基本上专业级别的杀球了 你这还投稿兄弟 别斗舞好不好 以后那个 哎 算了 随便你能想投就投 对吧 但是这个动作真的做得特别好 大家可以好好抿一抿他的动作 今天的球友解惑就到这里 微信公众号杨神大神 第一时间更新 你也可以投稿到屏幕下方的邮箱 哎 我其实有个问题想跟大家交流一下 就是我每次解惑的节目 我都告诉大家 这个头尾啊 都会有一只邮箱 竟然还有很多人问我 杨教练 我怎么发给你我的视频啊 哎 这些人都是瞎了嘛 他们是 是我的这个表达不够清楚嘛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 这些人在想什么呢 我自认为我讲得很清楚了呀 大家留言帮我分析一下好不好 微信公众号杨神记得关心了 就这样 拜拜